好 喜不喜欢吃上海菜呢 带你来看看 这上海菜是公认最亲民朴实的 因为它是由家常菜发展而来 南加州就有一家上海餐馆 把上海著名的家常菜发扬光大 不但是品尝正宗的上海美食 还能够一解相愁 带你来看 干炒香辣臭臭丁 咸淡苦瓜 这些饭桌上常看到的家常菜 就是上海菜的特色 如果要吃到更道地的上海口味 老饕绝对不能错过这一道 用上海盛产的黄鳝鱼 加笋丝冬菇 一起炒成的酒黄炒珊瑚 所有食材都是不含味精的 然后很多食材从上海空运过来 像黄鳝丝 蟹粉 然后我们的菜都是很新鲜 明天早上从市场就买回来的 除了家常口味这项特色 上海菜还注重酱汁 无论是用甜辣酱收干的干烧大虾 还是色泽油亮亮的红烧肉柏叶结 浓厚的卤汁让肉质更鲜美肥嫩 业者表示善用酱汁的上海菜 虽然口味偏甜 不过鲜淡适中 特色就是那个浓油炙酱 但是我们的菜又不会很咸 又不会很油 然后对健康很 很美客人的健康着想 吃起来就感觉口感很Q很滑 对 然后非而不腻 夏天吃这些重口味的佳肴 一定少不了配冰冰凉凉的饮料 在品味面加还能喝到现炸的西瓜汁 以及清凉解渴的酸梅汤 在吃饱喝足后可以节俭腻 悦者最近在南加州尔湾开兴奋店 就是要让海外的华人朋友 品尝道地的上海家香味 以上是东正新闻林敏兴纪会员 在洛杉矶的采访发达